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今天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政府應邀 來這裡做施政報告之前 我首先跟議長副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介紹高雄市政府新的團隊 就是高雄市政府前衛生局局長何啟工 另外有生涯的規劃 他已經離開高雄市政府 我們新的衛生局局長 我們黃局長 大家也是過去曾經在高雄縣政府 擔任衛生局局長 那黃局長他本身也是醫師 本身也是非常的專業 我們希望他續任高雄市衛生局局長 一樣都能夠勝任 所以也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給予我們新的黃局長多多的指教 給予他多多的協助 那我想我們首先非常感謝 能夠到議會來做施政的報告 那這幾年來 市政府的團隊一直強調 面對整個世界城市的競爭 那我們高雄一定要轉型 那高雄是一個港灣的城市 那港口是通往世界的一個窗口 我們必須從港口出發 來重新布局 產業的空間 來推動整個產業的升級 目的就是要創造就業 來提高薪資 改善環境 來推動大高雄 市政府的城鄉的建設 那我今天的市政報告 分成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 說明市府在產業經濟 財政正義 教育文化社會福利 各面向的一個政策的規劃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報告在各區 所有的一個市政的建設 那首先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說明 高雄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的版圖擴大了18倍 在六都之中是面積最大 包括都會區新舊市政 農村移港原住民部落 形態是非常的多元 城鄉差距 必須立即去克服 過去這幾年來高雄力圖翻轉 我們透過治水 交通的改善 推動公共運輸 我們擴大公園立地 發展文化 是要從重工業的城市 轉型作為一個移基的城市 那但是城市的發展 需要有一個核心產業 來創造產值 來增加利潤 來挹注各項的一個城鄉的建設 高雄是台灣石化跟鋼鐵產業的重鎮 那產值非常龐大 但面臨激烈的一個國際的競爭 那期待升級跟轉型 那高雄翻轉的核心 就是產業的升級跟轉型 但是產業政策的行程 跟支援 都是在中央 只有中央支持 我們的升級跟轉型 才可能成功 所以2016年台灣新的政局 當然也是高雄的機會 所以我們提出高雄翻轉的計畫 我們非常期盼 中央能夠大力來支持 高雄翻轉的關鍵 當然就在高雄港 那像所有古老的港灣城市一樣 隨著人口的增加 生產中心跟生活的中心 逐漸婚禮 就形成新港跟舊港 所以整個工業港 跟整個生產中心 會慢慢的移往新港 舊港就會成為生活的中心 跟觀光的港口 那高雄的舊港轉型以後 我們規劃亞洲新灣區 第二的港口 我們透過填海造路 2019年完成200公頃 2040年完成2000公頃 形成新的貨櫃中心 跟外海的工業區 這兩個港區就是高雄轉型 兩大的一個發動機 那在亞洲新灣區 第一個階段的五大公共建設 已經陸續完成 開始帶動港灣的發展 那第二個階段的建設即將要展開 但有幾個條件必須能夠配合 首先石化企業總部 我們要求要藍簽 才能夠加強企業的管理 跟緊急應變的能力 那同時跟高雄市民 共同承擔風險 其次就是市府跟港務公司 合資成立的土地開發公司 只要中央完成審議的程序 就能夠在企業掛牌營營 但新灣區還有許多 國公營事業的土地還需要開發 我們希望國公營單位能夠跟市府 能夠建立一個溝通的平台 整體的規劃共同開發 來發揮最大的一個效能 第三就是205兵工廠必須盡速遷移 才能夠讓原來的轉型 原始的轉型為經貿發展的用地 另外前政河的油槽必須要搬籌 還給市民安全的生活環境 那在第二港口的部分 我們要建設戶櫃中心跟外海工業區的先解條件 是大林埔必須潛存 大林埔跟鳳鼻頭聚落被工業區包圍 居民長期暴露在污染的環境底下 對他們是很不公平 那根據今年1月份的一個調查 高雄在大林埔高達88%的居民 是贊成千春 在民意高度的支持之下 市政府已經召開小港沿海六里千春 推動小組的會議 開始千春的平撥工作 我們要向中央政府反映 希望將中央能夠承諾支持千春 讓居民遠離這些長期污染的威脅 也讓外海新的產業園區能夠啟動 但是舊的產業必須升級 必須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 必須複合更嚴格的環保的標準 才能夠進入新的產業園區 將來的油庭專業區 還有綠色材料循環園區 都是同樣嚴格的環保標準 我們這一點非常堅持 那配合兩大港區的一個開發 高雄必須有以下的交通的建設 首先就是國道7號的開闢 讓大型的車輛不需要經過市區 就可以從新的產業園區 直接連往高速公路 來提升我們物流的效力 來提高市民的生活的品質 那整個捷運輕軌路網也要盡速來完成 輕軌捷運環狀第一階段 西萬到西市 已經在去年四營運 西市到西八正在進行動態的測試 事業即將辦理初刊 通車以後會串聯夢時代 台旅商圈圖書館總館 高雄展覽館等地標 輕軌第二階段的工程 正在進行花苞作業 108年將完成整個環狀輕軌的串聯 而捷運的紅線 鋼山路主延伸線 經過市政府積極爭取 行政院已經同意南鋼山 至鋼山車站的部分 或是從鋼山車站到湖內大福站 也在持續的爭取中 我們從來沒有放棄 鐵路地下化是高雄百年的大事 從左營到鳳山全長是15.6公里 地下化以後 騰出來將近百公頃的土地 會批建為綠色景觀的園道 園道的用地 我們要求比照台北市市民大道 新北市市民大道 請中央能夠提供無償的使用 這個都在進行努力溝通中 那高雄的翻轉計畫的完成 那會將綠色材料循環的產業聚落 集中在二港口的臨海跟外海的工業區 那舊港的亞洲新灣區 會群聚高附加價值的工商服務業 這兩個產業的聚落所創造出來的利潤 將來挹注整個大高雄的發展 那由於空間的轉型 我們整個工業管線 不再需要經過市區 捷運跟輕軌路網的完成 還有鐵路地下化 所騰出來的綠色廊道 會使高雄能夠變為更安全更宜居 這就是我們大家所期待新的高雄 那以上的報告高雄的翻轉計畫 這個需要中央政策還有財政的支持 過去中央的財政分配對高雄不公平 我們要求未來能夠有財政的正義 我們提出兩大的訴求 第一個公平分配 北高兩市勞健保的補助 第二我們要求儘速修正 財政收支化分化 來擴大地方的財源 首先中央政府對北高兩市勞健保欠款的補助 差異非常的大 民國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三年勞健保的欠款 中央補助台北市三百二十五億 補助高雄市三十六億 相差九倍之多 在這個期間 台北市總共致酬還款是三百九十八億 高雄市雖然財政困難 我們的致酬還款達到三百三十九億 我在這裡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在我從上任到現在 我總共還款我們的勞健保欠款 還了四百四十六億 那中央認為高雄市目前還欠款兩百七十億 但是如果高雄得到跟台北市同等標準 同額的補助三百二十五億 我們欠款老早就還清 這件事情中間的差異不公平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中 中央對北高健保會的補助不公 只要是因為在馬總統的時代 將原本同等補助北高兩市 百分之五十的原則 改為補助灰色籍的勞工 灰色籍的勞工 這獨厚台北市 台北市很多勞工來自新北市桃源 補助就會很多 而高雄市我們是勞工的城市 勞工非常多 但是我們都是在地的勞工 補助就因為這個原則就很少 所以這個規定不是用在民國八十八年以前的欠匯 那使中央對北高兩個直轄市 同樣補助百分之五十 這個規定也不適用在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中央修法 未來的健保會前額補助灰色籍的補助原則 只適用民國八十九年到一百零一年之間 這個部分是先射箭再劃爬 我想這個要解決當時在馬市長任內的勞健保欠匯 我想這個部分是讓高雄損失非常的重大 那即使在一百零一年修法以後 中央表面上前額負擔勞健保的費用 但是從地方補助款扣回去 一百零二壘中央的一般性補助款 從高雄扣除一百二十二億 但是從台北扣除八十億來負擔勞健保 所以台北高雄比台北都扣了四十二億 平均每個市民比台北都負擔一千三百九十八塊 所以這個部分有關於灰色籍的補助原則的不公 還有北高同俄補助勞健保會 那這個部分我們正在透過所有的立委 希望在這個部分能夠支持高雄幫助高雄 這才是一個公平的對待 其次我們必須加速修訂財劃法 現實合併以後高雄市的面積大十八倍 人口增加一百二十四萬 但是合併到現在中央對大高雄的補助 減少了八百一十八億 為還和當時合併 裁演指針不減的承諾 讓我們常見了很多的辛苦 那針對財劃法高雄市一貫的訴求 中央統籌分配管的裁演中 所得稅的收入提搏比例 行政院提出的修正版本是百分之六 沒有顧及高雄在縣市合併以後的財政困難 我們要求提高比例 釋出更多的裁演給地方 過去財政的不正義 那我想我們期盼未來能夠重新檢討相關的制度 能夠讓全國各個區域都能夠精衡的發展 那接下來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隨著全球貿易版圖的變化 高雄的產業積極轉型 同時對國內外的企業招商 那已經開拓出新的經濟的型態 以去年來說高雄市新增投資廠商52家 投資新台幣312億元 創造5129個就業機會 市府為了獎勵投資 我們制定了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 感謝議會的支持 目前已經核准通過研發獎勵投資補助總共17案 帶動投資金額59億 創造就業機會2336人 我們鼓勵新興產業能夠到高雄 資訊整個資訊廠的大廠為創之通 在高雄設立的一個研發中心 以銀端新創為主的合配科技 也進駐高雄軟體科技延期 在傳統產業的部分 漢翔航空工業 鋼山廠已經動土 那未來我們將開花 生產新一代力能引擎的一個機杂 駐籠精密的一個機械 為了爭取更多國際飛機製造商的訂單 將新建二企的廠房 那引民工業擴大投資 將原來的舊的廠區 改為營運中心 在國際合作的方位 我們積極謀後 來媒合高雄跟日本企業的合作 促成日本講談社跟智慧資訊科技 成立合資公司 把日本知名的內容題材 進行週邊商品的開花 日月光跟日本的TDK 也簽署了合資協議書 成立的日月洋電子 進攻川代式的電子 裝置國際市場 另外日本已經用偏光板保護膜大廠 藤森工業會社 藤森工業會社 進攻川代式的電子 旗下的台灣賽諾市 在高雄科學園區設廠 台灣日東電工 也在前鎮加工區新建廠房 整個服務業也有重大投資 整個大魯國草芽道 購物中心是在五月份要開幕 那高雄的消費市場 當然增添新的亮點 高雄所選高雄海味 是高雄市政府積極打造 我們榮譽經濟的雙品牌 那海洋局建立的水產品 的這些產地標的標章 跟全家便利商店合作 我們打開了國內的一個通路 更透過海內外參展國際來開拓市場 累積的訂單超過10億元 農業局在去年第一次演征中東 來參加杜拜國際食品展 在巴林王國辦理推介跟展示會 將農產品打入頂級的通路 建立雙邊貿易的平台 外銷、歡石流、蜜藻還有木瓜 另外我們輔導農民團體跟行農 前往加拿大上海參加食品展 結合農產品、農業精靈、高通通 成功行銷高雄 總計7年海外的一個外銷總額 達到1億6千萬 根據行政院主機處的資料 高雄市104年失業率是3.8% 比7年下降0.1% 是16年來的新低點 整體勞動情勢持續好轉 跟103年比較 勞動力增加了1萬5千人 就業人口增加1萬6千人 失業人口減少了1千人 勞工保險投保人數增加1萬2千人 顯示高雄市的就業環境在持續的進步當中 接下來要報告 就隨著產業的轉型 必須儲備更多的人才 我們開設了47個產學合作的專班 讓人才的培育更推進整個產業的需求 譬如小港高中跟台電合作來開設基電班 六歸高中跟台虹科技日夜光 還有速德科大合作整個產業專班 整個中正高工跟中鋼合辦電機專班的學生 已經正式進入中鋼時期 為了拓展學生的視野 有60所學校跟18個國家 105所學校成為解面校 去年更有93所學校辦理 235次 國際交流的活動 增加我們所有學生的視野 高雄擁有全台灣第二多的新住民 我們正在進行新住民第二代的培育 強化中文跟母語的學習 讓新住民的子女不但能夠說自己台灣的話 也會說媽媽母國的話 未來可以成為台灣新的南向政策 我們的種子精英 那整個校園空間合物化 是我們的政策 我們利用閒置的校舍來做社區大學實驗教育 熱靈的學習 脫育 弱勢照顧的祭典 我們希望支援能夠有效的整合 我們針對各個弱勢族群 我們在縣市合併以後 新增了216個社會福利據點 原來的高雄縣有134個 原來的高雄市有82個 總計前高雄有651個社福據點 我們盡量讓資源的分配 能夠平衡城鄉的差距 對於老人的照顧 那目前有311個服務據點 但是這個中間包含居家服務 日間照顧老人安養跟活動的場所 銀花族的龍眼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為了照顧我們的下一代 高雄市有147個兒哨福利據點 包括公共託嬰中心 居家服務託役中心 育兒資源中心 還有全國所創我們的夜間脫育的補助 對於弱勢的兒哨 還有早療發展中心 還有我們的兒哨社區照顧的祭點 對於我們身心障礙的市民朋友 我們有72個生臟機構 還有5個輔助支援中心 為了協助遺到疾難的市民 能夠擁有所需要的物資 我們設置了4個食物銀行 50個物資花放站 我們也有兩個街友服務中心 這樣街友在寒冬有避風港 我們也結合了610個超商跟餐食的業者 在寒暑假提供高風險的家庭 跟弱勢兒童來的餐食 針對新住民 我們有5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19個社區服務的祭點 對於婦女朋友 我們有4個服務的場所 提供休閒進修 還有做業者的媒合 親子的交易 另外有10個單親服務中心 7個保護服務的處手 一個城市的進步 那在於若是能夠得到多少的一個照顧 那以上的社府措施 希望各個族群在高雄 都能夠得到妥善的照顧 能夠安全安心的生活 針對登革熱市政府做了很多的檢討 我們今年推動登革熱整合式的醫療 來降低感染跟死亡的風險 內容包括就是基層診所 這補色快篩的檢驗 30分鐘內診斷通報 我們第二點建立基層的診所 他的病情追蹤的制度 三我們設立登革熱醫療分期 還有分流的制度 針對症狀輕重來分射不同層級的醫療驗所 第四我們推動登革熱的照顧衛教 來提高感染者自我照顧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在學術研究方面 市政府一方面積極向中央爭取成立 國家級的熱帶疾病研究中心 我們要提升登革熱的基礎的研究 另一方面 我們即將成立高雄市的登革熱的研究中心 研發有效的防疫的方法 來徹底解決登革熱的問題 針對今年一夜寒流所造成養殖一夜重大的損失 那我們已經向中央爭取的救助的補助金額 超過一億八千萬 也展演了申請救助金的期限六個月 另外海洋局也著手修訂 高雄市路上移文養殖一夜登記管理自治條例 我們要全力來協助取得養殖登記證 以利申請現金救助 除了現金的救助 我們也積極協助養殖父申請賦養的計畫 面對天然災害 那市政府是感同身受 正在移民的立場給予最大的協助 讓養殖戶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恢復正常的養殖 那2月6號深夜發生 美濃地震暴露了建築物的安全的問題 市府動用第二億倍金展開老舊建築的體檢 補助921地震以前 新建完成的六成樓以上的住宅大樓 進行整個耐震能力的評估 目前受理申請中 預計5月底完成所有案件的一個評估的結果 那接下來要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在藝文跟觀光的部分 那文化級的iPad售票系統 讓我們的市民可以用智慧型的手機來購票 也參加各種藝文的活動 剛落幕的春天藝術節草地音樂會 就有上萬名的觀眾 是用智慧型的手機快速驗證入場 兼顧環保跟便利性 那博二的印89電影院 是全台唯一有碼頭倉庫改造 也是李海港最近的電影院 更擁有國際標準的換印的設備 成為高雄一名的最愛 博二的獨立音樂展演空間 Live the Wheelhouse 是南方最強的音樂基地 去年的六月正式營運已經演出67場 吸引將近兩萬名的觀眾 我們的市圖書館總管 曾經得到行政院公共工程金子獎的肯定 去年成為台灣十大 揮去不可圖書館的幫手 去年十月市政府跟中國信託完成簽約 計畫新建跟四種圖書館共購的文創會館 提供延期跟住宿的空間 其三車站已經整修完成 並且向台唐商界原來行駛其尾線 在比利時製造的蒸汽火車頭 這個在五分車的鐵軌上來行駛 讓民眾重溫就日 整個台唐鐵路的時光 再加上整個唐葉鐵路的展覽 成為文資活化的典範 文化局也在博二的紅萊V7V8倉庫 打造全台灣第一座鐵道模型的博物館 將台灣鐵道的地景跟各式車輛的應轉情形 收窍、復刻、兼具文化深度跟觀賞的聚會 今年的暑假會開館 去年來高雄住宿的旅遊 有806萬人次 比前年增加了37萬人次 其中國內的遊客460萬是最大宗 國際遊客成長最快 是港澳、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日本 我們針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客群 規劃了特色的這些遊程 我們鼓勵航空業跟整個禮宿業提供優惠 觀光企業加強東南亞跟日航的行銷 來吸引多元化的客員 我們的觀光大使高雄熊 非常受到歡迎 我們結合的觀光是 深入校園、市場、廟宇、行銷高雄 創造了不少的話題 讓大家更認識高雄 接下來我們簡單報告各區的重大建設 大高雄的四大區域 逐漸形成各具特色的一個發展的方向 首先是東高雄的魅力山城 那馬夏的馬興哈蘭人型景觀橋 去年年底已經完工使用 改善了當地對外交通的安全跟便利性 那市政府也爭取到一億兩千萬來改善 那馬夏民生到青山的這個道路 還有整個改建桃園區的農橋 分別在今年跟明年會完工 為了解決齊山淹水的問題 市政府已經完成西州排水跟五號排水搓水站 預計要投入七億元整治第五號排水 齊山大溝頂第二號排水 川列觀光老街 目前排水溝蓋加蓋的房屋 同時附案設施損毀 為了改善排水的問題 市政府進行復案改善 來營造市區水岸的景觀 警察局的六歸分局在賈仙大地震宋創 那重建的工作已經在三月完成 將來可作為六歸茂林整個桃園那馬夏市區 在興起的時候協助救災的重要的處捨 另外市政府投入五千萬 開閉齊山原品一路兩側的立地 九月完工以後帶來更多的立地空間 再來是北高雄生活的大區 市府整治治水 整個治水岸的風光 確定的海岸營造已經完成第一期第二期 透過離岸潛堤公華 養灘完成的沙灘更為安全 同時已經籌促了三億五千萬 辦理第三期的工程 目前正在進行都市計畫變更 還有用地的取得 107年完工以後 整條確定海岸線會更安全更美觀 這個部分跟各位議員理事先生報告 另外市政府開閉確定的公十二師地公園 進行紅樹林的複裔 修復原田的飲水 跟整個排水的渠道 我們設置賞鳥的步道 還有解說中心 其中新達港一夜特定區的公園 一定地面積八十二公頃 我們預計五夜會完成 在大岡山地區 市政府投入一億多改善 阿公店水庫周邊的一個景觀 其中九公秦山的森林公園 在二月已經完成A區的開闢 市政府也爭取到交通部預算 在小岡山風景區打造 南部第一座天空步道 已經在106年會完工 形成新的觀光亮點 為了增加米頭區的立地空間 市政府開闢米頭公衣公園 已經在今年的一月完工 在治水方面 我們進一步提升點保溪 整個排水系統的功能 市政府將整治筆鏽排水出口 到整個海城橋 長度是一千五百五十公尺 排水的渠道 透關尾十四公尺 總經費是三億兩千萬 預計108年完工 鋼山的浮行石潭里 第四滴蛙 容易淹水 我們投入一億七千萬 辦理石壘潭抽水站 包括整個排水渠道整治的工程 在交通的方面 鋼山的線道一百八十六線 我們要透寬 其中鋼山交流道的路段 將增加一線車道 銜接南下的渣道 預計明年完工 另外鋼山的本宮環東路跟和華路的透寬 預計在107年完工 那蚵仔鳥是沿海觀光業的重鎮 市政府籌促了六千萬 興建整個儀貨直銷中心 今年年底完工以後 會提供移民跟消費者 現代化的一個儀貨市場 接著是南高雄前 本地的新都心 在觀光界 建設方面 改善觀音山風景區 市府投入六千萬 改建公測 改善橋樑 整建休憩 休憩的設施 七年年底已經完工 為了提升陳清府觀光效益 除了向自來水公司合作爭取 市民免費入圍也陸續投入 修建的經費 今年將改建淡水館 為遊客中心跟文石館 來改善周邊的環境 整個人武後人路的拓寬工程 七年底已經完工 烏松我們的鳥松地區水管道 大樹區的瓦礎街 整個三座橋樑透寬的工程 這個工程非常艱巨 有很多石化管線 在今年克服很多困難 在六月底之前會完工 另外市政府爭取到七億三千萬 開闢大寮荷花產業園區 連外的道路 我們讓物流跟員工 進出更加的方便 那針對賴政系數不足的老舊的校舍 我們已經投入三億四千萬元 改建鳳山國中朝公國小 跟武全國小的校舍 我們認為其中鳳山國中跟朝公國小 一季在106年會完工 大樹區新的行政中心 我們規劃立建築 總經會兩億三千萬 一季107年完工 由區公所、附贈所、衛生所、清潔隊 消防分隊跟就業服務台和屬辦公 提供市民多元的服務 具有歷史文化的朝公駿水案 前五期已經完成 第六期四月將完工 包括排水附案、景觀、照明、知災等工程 帶給民眾友善的清水環境 整個朝公駿的景觀 一百八十度的不同 為了解決鳳山郡周邊淹水的問題 市政府爭取中央補助三億七千萬 新建自宏齒 預進明年完工 最後是核心都會區 左營的文府國中校舍新建 左營高中還有立德國中校舍改建 總經會是六億 去年的十月已經全部完工 為了因應協領人口的增加 市政府在美術館地區新建中山國橋 也改建頂京國中的校舍 預進今年完工 那烏水下水道是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中 不可或缺的建設 都會區第四期已經陸續完工 接下來要投入37億辦理第五期的分支管 跟用戶的接管 逐步來提升接管力 改善河川跟台水的污染 左營高鐵站是高雄的門戶 市政府在翠華路的東側開闢 左營第二公園 提供市民休閒的立地空間 已經在農曆年前開放使用 市府重視的第一殯儀館附近的生活品質 投入的1億3600萬 汰換了10座火化爐跟空污防治的設備 來符合更嚴格的環保標準 在今年的二月已經都全部完工 在交通方面市政府規劃打通 石泉移路跟絕民路 來整建高雄果菜市場 提供更優質的疏勃交易的空間 那可以疏解石泉移路 東西向的交通 總經費11億億計 107年完工 這是我任內我一定要完成的工程 那南興路是市區通往紅毛港文化園區 跟洲際後櫃中心的主要的幹道 大型的車輛非常多 為了提升道路品質 市政府在去年的9月完成沿海山路跟 奉北路段的工程 我們在今年年底前會完成 齊山二路到奉北的路段 總之以上是各地的一個市的一個所有市政建設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這是這一年來的施政跟還有未來的宴景 高雄有很多的歷史包袱 也是長期承受資源分配不公 我們從來沒有放棄 我們希望以高雄宽轉 作為我們的使命跟責任 那我們未來我們也非常希望市政府的團隊 能夠跟行政院密切溝通 我們希望產業升級移基的城市不再只是夢想 我們希望一定能夠在高雄實現 非常感謝全體市民跟我們議員先進 在高雄最艱困的時候 大家不分黨派 共同擔架高雄向前的任務 那未來更需要我們所有議員理事先生 包括中央政府能夠全力的支持 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對話協商 來爭取高雄下階段發展的最大利益 最後要向全體市民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再一次表達高雄要落實財政正義 第二高雄要成為安全的移基的城市 第三高雄要產業升級 我們希望轉型成為低污染的綠色經濟 這是我們自我的取習 也需要議會大力的支持 恳請各位議員理事先生 對我們的支持 再一次的表達我的感謝 跟大家說多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我們休息五分鐘 然後由五黨團結聯盟開始聯合質詢 休息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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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